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现在的疫情 美国被新冠肺炎夺命的死亡人数 已经要逼近20万人大关了 而美国最近单日新增感染数 每一天都是破了4万人 美国有过半的州感染的确诊人数 每天不断的在上升 那么因此进入秋冬之后 美国现在列为是第三波的疫情 可能会伴随流感 来势非常凶猛 但事实上美国非常难以切割 第一波第二波的疫情 因为它第一波的疫情 从来没有缓和过 而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总统川普 他为执政团队的整体防疫表现打成绩 给了A plus的成绩 他认为非常满意 这当然会成为 拜登在攻击他争取进入白宫里面的 一个最主要的话题 这个我们曾经报道过 目前将近20万美国人的人命 付出了生命代价 对于川普的选举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而微软的创卖人比尔盖茨 他领导的慈善基金会 已经在进行量产疫苗 他量产的疫苗将会分配到贫穷的国家 比尔盖茨看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呢 他说疫苗大概要到明年才能够核准上市 所以全世界的疫情结束 恐怕要到后年了 2022年才有可能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人数 逼近20万人大关 近日三日新增感染人数 又增加到4万人 超过一半的周 感染人数上升 美国仍然高居 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总统川普为执政团队的防疫表现 打成绩 他大方的给了最高分 川普对疫情的认知和人民感受背道而驰 政治专家分析其中很大的原因 是他将自己局限在白宫的同温层里 只听取幕僚报喜不报忧的失真讯息 川普的竞选对手拜登 在威斯康辛州造势场合 严厉批评川普在对抗疫情上的无能 而美国人则因为他的失职 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 上周五 川普又向大众传递了不太可能实现的好消息 他说疫苗会在年底之前量产 防疫专家还有研发疫苗的药厂已经多次澄清 疫苗在年底前量产的几率非常低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他的慈善基金会目前正在进行疫苗量产 以及分配到贫穷国家的计划 比尔盖茨接受访问时表示 疫苗应该会在明年初核准上市 他还提出了全球疫情结束的时间表 WHO已经证实病毒会借由空气传染 就算感染者没有咳嗽或是交谈 光是呼吸也能让病毒散播在空气当中 美国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CDC 上周五也在官网上公布了空气传染的防疫指示 建议民众使用空气滤镜器 以减少室内空气中的细菌 但后来却突然将讯息撤下 CDC解释是误登了有错误的草稿 工卫专家则是认为 CDC很可能是受到政治施压 因为空气传播最好的预防方式就是戴上口罩 而这是总统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 工卫专家们已经警告 美国进入秋冬后将迎来第三波疫情 而且还会伴随流感疫情发生 因此第三波的疫情将会比夏季这一波更凶猛 感染范围也会更加广泛 TVBS新闻综合报道